首相敦马迪第三次访问樱花国 今天在东京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感谢日本政府提供十年偿还期的武士债券担保 而且利息超低 协助国国走出财政困境 敦马希望未来可以加强马日双方合作 尤其是教育领域 敦马二度润项后 短短半年就三次官访日本 显示向东学习的决心 在访问行程第二天 两国领袖展开双边会谈 促进合作与交流 首相教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承诺 未来会给予财务援助 协助我国走出经济阴霾 日本政府将透过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为我国提供长达十年偿还期的2000亿日元 大约74令吉的武士债券担保 而且利息相当低 只有0.65% 敦马透露债券将用来偿还部分 前朝政府遗留下来的庞大债务 マハティル首相の下で再活性化された 東方政策の下 我国としても教育 投資促進 人材育成 技術移転等の分野で 引き続き連携する考えです 另外在向东学习政策下 我国将加强与日本的教育合作 因此敦马趁机邀请日本大学在我国开办分校 安倍晋三表示赞同 并将全面探讨实行措施